我们刚刚也提到民进党是因应猴跟柯的缠斗 会去做一些滚动式的调整目标 但现在最麻烦的是你看来看去 以及刚刚董哥的分析你就会观察到 这所有的选战节奏依旧是掌握在民进党的手中 他们想要打什么样的战场 想要打谁就是由他们来决定 然后大家就一窝蜂的上 其他的人就没有声量没有声音了 可是最近还有一些人在担心的是 原本我们觉得完全执政很可怕 但如果今天不论是谁执政 可是立法院却是三分天下的话 恐怕也会天下大乱吗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就是 为什么民进党会主导整个选战的节奏跟议程 之前大家很多人会认为说 民进党是不是比较会打选战 国民党是不是比较不会打议题 可是你会发现到从去年开始 在地方选举乃至于到今年为止 其实国民党也抛出了不少的议题 包括今天下午的这个还路权与人 把路权还给行人这件事情 那像这些议题包括像云报的这个 云报的这个他抢标这些 这个再生能源的案子 或者是甚至之前讲到这个台南的光电 那其实国民党也抛出不少议题 那当然在整个议题的操作上 他需要更加的全覆盖 就是更加全面的去有不同的路线 不同的人马不同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 可以把这个议题烧起来 但是就像刚才汉庭所讲的 赖清德对于这些议题完全不会受到影响 就35%基本上他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他说低一点的时候33% 但高一点就已经来到了39% 那整体来说 他的这个民调呈现相当高的稳定性 这就说明你打议题 需要再花更大的力气 可是打议题是不够的 那蓝银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议题 选战的节奏能够拉回来 我认为其实就一直是 我认为这个核心一直是在在野的合作了 就你对在野合作 因为大家现在都说 我要不然就觉得自己不够强 要不然就是担心自己会崩盘 要不然就是认为说 对方有很多的缺点 自己的支持者可能也不见得乐见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包括克文哲也好 包括侯友宜也好 甚至包括郭台铭 对在野合作的问题 其实都没有真正拿出大家 让大家耳目一新的做法 我认为这个其实才是 为什么蓝银没有办法 主导选战节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民众是期待看到这个的 民众是期待看到在野合作的 那当然怎么合作 可以有很多的方向可以去讨论 但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 始终果足不前 始终都在各自喊话 连坐下来都做不到 连坐下来 大家一起交换意见都做不到 那当然民众的热情就会越来越低 当然我们就看到 赖清德就会不断地去 主导选战的节奏 这个原因是因为 在野的民众觉得心灰意冷 大家注意看到 这一次美丽岛的这个民调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说 柯文哲跟这个侯友宜加起来 只比赖清德多一点点 之前不是这样 主要是 其实确实昨天这个民调 因为我不是说我们下午 稍微爆雷先谈了吗 就在那一段期间 那个流量直接暴跌 因为大家觉得 综合了台湾民意基金会 所做出来说多少人希望 这个民党继续执政 或是这份民调两个一起看 绝望感整个油烂而生 对 这就是大家 大家已经从期待 到焦虑 到最后就有些人开始绝望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 这是侯友宜也好 柯文哲也好 都必须要高度警惕的一个民调 因为两个人加起来 才跟赖清德比赖清德多一点点 那你两个人加起来绝对不是 1加1等于2了 他有可能会1加1等于1.8 他会折掉一点 所以说你要考虑到 这个中间整合之后 有一些人他可能本来 是对其中一个人有期望 他不喜欢另外一个人 这些人他可能就会 需要有一段说服的过程 所以你1加1都不等于 不等于2的情况下 你现在1加1才跟赖清德差不多 那怎么胜选 那就是表示说很多人慢慢的 他就已经绝望了 他就冷淡了 所以你看为什么 在这份民调里头 同样他做四个人的时候 郭台铭出来他的民调 郭台铭的这个民调 加进来之后 郭加柯加侯 居然是大于柯加侯 为什么 就是表示还是有些人觉得 他愿意再看到 一个不一样的面貌 这个不一样的面貌 不一定是郭台铭 而是其实他投射的是一种心理 就是对于现在 再也无法整合的一种 从焦虑到失望的这种情绪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 认识到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是 随着时间的拖移 推演 随着时间向前走 越来越严重 我想我之前就讲过 说第一个 这些人能不能做出来 能不能坐下来 能不能坐下来聊一聊 就你一天到晚去拜访这么多人 建这么多的地方投人也好 跟这么多不同的意见领袖 去互动也好 能不能双方能够先坐下来 第二个 你未来两个人不可能单独执政吧 你两个人都不可能单独执政的情况下 你两个人 你未来任何一个人选上总统 是不是一定要寻求其他政党的合作 那你最有可能政党的合作 当然就是另外 就蓝的就是选择民众党 民众党最有可能的 也是符合大家政党轮替的期待 就是跟国民党合作 那你不是应该谈一下 未来要怎么合作吗 这才是所谓执政的具体方法 那刚才主持人问到说 以后如果在国会三党不过半 那这个时候 未来国会会更加不稳定 所以它需要一个多数联盟 它其实不只是行政部门 它立法部门也需要一个多数联盟 如果说台湾的这个立法部门 最后变成所有的问题 都是按照各不同的法案 不同的政党去讨论 不同政党去结盟 合纵连横 那整个就乱掉了 因为你没有一个 整个立法的方向 你今天立了这个法 明天立了另外一个法 两个可能是相互打架的 所以它是需要有一个多数联盟的 那你民众党 现在其实就要交代清楚 你未来如果执政 你要跟哪个政党合作 你未来在立法院 你如果未来三党不过半 你要怎么样选择你的合作对象 我觉得这个其实国民党 也同样应该去谈这个问题 就你的立法议程在哪里 你要跟谁去合作 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是 选民在做选票的投 在做这个投票的时候 应该要知道的 我们认为民主其实不只是 一个投票行为而已 而且民主是相信人民的选择 这种相信就建立在一个前提 就是人民需要了解到 政治人物的偏好 了解到政治人物未来的选择 那人民才能做选择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中天 因为中天就是能告诉我们很多 其他电台不会谈的事情 那民众的这个资讯 才会能够扩大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未来 这个民众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不只是总统候选人 立法委员候选人 都需要去跟民众谈这个问题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自己 safe 郑菲尔益生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